Hello 大家好 我们今天是想看一下我们摘的这颗辣椒 这颗辣椒是我们今年刚摘的 你看长得已经很旺了 前几天我已经摘了一部分 炒了一盘 这又开始滴里巴达的 看 很多 照照 好多枝子 每个枝子上都是滴里巴达 这边还有 结了很多 那这个 这个辣椒怎么剪枝 我一般情况下呢 就是说 它凡是长出来的这种非常粗状的枝子 我都不会去cut它 都不会剪掉 因为这个辣椒 凡是粗状的枝子 它都结的滴里瓜瓜的 不管你有几个粗状的枝子 它每个粗状的枝子上都结满了这个辣椒 所以说呢 我是不会去剪它的 但是呢 那些不粗状的枝子 特别是像里长的这些枝子 瘦弱的枝子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剪掉 你看这个枝子也是荒里长 而且很弱 那你就把它剪掉 尽早的剪掉 对 尽早的剪掉 这样去避免它增养分 还有你看这个枝子 它也是在这个组织上长出来的 像里长 这些枝子呢 我就把它剪掉 因为它没有那么多的空间给它长 然后因为它很弱 所以把这些呢 侧枝 这些弱的像里长的侧枝把它剪掉 这样剪掉以后呢 这个辣椒呢 就显得很很那个了 很clean 再一个呢 就是说 这个辣椒呢 这个大的叶子 像这个你也可以把它掰掉 掰掉 一个是避免它蒸养分 因为我留着这些 它的光合作用就很多了 就足够了 所以说像这样子的 你看 我就把它掰掉 其实这个辣椒叶呢 你剪下来的这一把东西呢 它都是可以吃的 以前的时候我不知道这个东西可以吃 后来呢 就是去 那个旧金山那个中国店 看见他们有卖辣椒 这一只子一只子辣椒 对 我就问他们 你卖这个干什么 他们说这个可以吃啊 后来我试试 这叶掰下来以后炒着吃 还挺好吃的 所以说呢 就是说掰下来的这个辣椒叶 也是可以炒菜用的 嗯 所以这个叶子这里也可以把它清理一下 我以前看有人网上讲怎么样剪枝辣椒 然后呢就是把辣椒留几个 留两个枝子 然后剩下的枝子都剪掉 我觉得这不一定是那种剪法 就是说你只要是它是粗壮的枝子 你看看哪 你看看哪个粗壮的枝子上都是结的 低了瓜巴的 你看看 你说你把它都剪掉 没有必要 就是说它就是每个粗壮的枝子就是说强有力 所以说它们都能够长出来 对 如果要是说我们这一颗只保留两颗两个枝子的话 那么这么多辣椒就都不会生长出来了 对 再一个呢就是说因为它结的这个辣椒 你看看太多了 上面这一个枝子上都结这么多 对 所以说呢你要就是弄一个棍给它扶一扶 就是说每一个主枝弄个棍扶一扶 绑一绑 这样避免它把它压弯压断了这个枝子 对 所以说你看我的这颗辣椒 我弄了好几个枝子 好几个这个支撑 把这些把它们都都给支撑起来 这样的话呢 长了辣椒以后不至于被被那个了 被被压断了 还有呢就是说因为这个辣椒上呢 结了很多的 这颗辣椒上结了很多辣椒 所以说呢在生长的过程当中 要及时的给它追肥 就是说每隔十天半个月的 你就给它上一点鸡粪牛粪 特别是你用自己厨余 凹的那个水给它倒一点 然后再用水把它吃下去 这样的话你的这个辣椒 就会长得很旺 对 因为它需要很多的这些蛋肥 对 而且在生长的过程当中 我也是经常的把鸡蛋皮 香蕉皮吃完了都扔到这 你看过几天你看 就没了就没了就算面都被它吸收了 但是你还是可以看出来有些渣子 所以说呢这个这个辣椒呢就长得非常的旺 确实挺旺的 这一颗小辣椒都结这么大 这一颗辣椒结这么多 结这么多 而且还有这么多的花在这开放的 那么我问你现在这个辣椒已经长这么大 是不是可以摘了呢 现在还不行 为什么 因为这个辣椒还能长得能长这么大 所以再过几天它就能长这么大 这么大的时候就可以摘了 这个辣椒呢就是那种品种 有一点点辣味但是不是特别辣的那种辣椒 但是它可以长得这么大 你现在摘了怪可惜 因为它用不了几天就能长到这个size 对 所以等长这么大的时候 你再去摘那就比较好 就是它如果成年了以后 而且它的这个肉也比较厚 否则的话它很薄的这个皮 所以说也不好 这个辣椒呢其实前两天我就用来炒肉很好吃 但是前两天其实摘下来的 我就是把它洗一洗一块两瓣 就当蔬菜当水果吃了 对就是那样洗一洗就吃了就行了 辣椒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种的 就是说 那么我们今年是不是要是接完辣椒 过冬的时候把它cut掉还是怎么回事 对呀不cut掉啊 就是说如果到过年到了冬天 辣椒不再长了 其实冬天它还会长 因为特别是在王安区这个地方 它不会不会死 你还咱以前有一个 就是说辣椒过冬的视频 对所以说呢 一般冬天有时候到二月份 它还还有辣椒上面 但是我一般情况下呢 会在冬过冬开春的时候 会把它在这个你看 你照一下 你看这是它的主要的结 我会在这里把它cut掉 就是每一个都在这里cut掉 然后留下它 就像你家里养的花一样 就是在这里把它 能照上吗 就在这里 你看见了吗 嗯 对 这里有主要的 主要的分叉的地方 在分叉的地方 它分出来的 你在这里把它cut掉 然后到第二年就像那个花一样 它还会继续摻出来 嗯 今年我就想如果说 特别冷的那几天 我会找一个东西给它包一包 嗯 这样使它安全过冬 好 所以说到了第二年春天的时候 它会 甚至如果冬天不是特别冷的时候 一冬天它都会结辣椒 对 所以第二年你cut一下 然后一开春它又会参出了 已经有一个视频了 OK 嗯 对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去找我们的那个视频看一看 就是说怎么样使辣椒过冬 这个辣椒好像个头长得很大 对 因为我不是特别 我们不是特别能吃辣 所以不买那种特别辣的辣椒 嗯 就这种辣椒最适合我们家 嗯 就是有一点点辣味 但是不是特别辣 辣椒接的是真多 很漂亮 嗯 好 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视频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帮忙点赞和转发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